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一下 我现在的资料 为了方便大家去看 所以我还是把它先关掉 我们看这个部分好了 你看这边是不是message 然后就是我贴文的讯息 接下来这个是不是时间 它时间它是把日期跟时间合并在一起 所以到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分析 分析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分析说 例如说哪一年最多 然后或者是贴文发布在什么时间 例如说是早上这个时间贴文比较多 还是下午还是晚上之类的 那这边是不是看到ID ID都是我 其实ID可以关掉 这个贴文是谁一定是我 可是现在哦 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贴文 就是人家标注你 就是有些人他喜欢 他喜欢这本书 他好像就是Q某某某某他的好友都来看这本书的那种感觉吧 那接下来还有story story就是刚刚讲说什么标注啊 好 所以我觉得story跟ID都不重要 可是重点是这里面的字很多啊 假设它重复出现很多次天啊 好 那时候会真的浪费很多很多的记忆体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怎么样再继续叫出来 因为这边有没有看到谁来按赞 没有嘛 你是不是会想要把这个谁来按赞叫出来 好 所以你去看一下编辑查询 这首页底下的编辑查询编辑查询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一个就是往下的选择面 好 所以不是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这全部都是什么 日期时间 这全部都是ID 然后可是都是往下的三小型 便你可以勾选 你可以用勾选的方式 那我等一下可能为了我上课进行方便 我只能这样 我不要全学 我只象征性的勾几个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毕竟我也是小小网红 就是太多资料 你知道那个Power BI 它太多笔资料之后 它就不帮你算了 真的会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免费版 你能要求它什么吗 不能嘛 那我们这边要规定 只能教免费版的软体 你们知道吧 因为工群就不可能花很多钱来去买软体 好 例如说Table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推荐了好多年 可是因为它买不起Table 所以不能开这门课 好 那我现在哦 我等一下象征性的在这边会勾选几个 可是你们可以 因为你们都不是网红 所以你可以用全学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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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